安孝谢把剧中角色活出真实人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因爆火含剧而打开知名度的安孝谢 在剧中饰演购食品集团的公司代表江泰武 而安孝谢本人把剧中集团代表的设定 带出剧本活成现实人生 安孝谢将和在出道前就一起共识许久的经纪人 共同设立新公司 公司将于活在现在的我们 做出今天的快乐为指标出发 安孝谢外形高大俊朗 脸上总是带着可爱的微笑 而拥有邻家男孩的称号 在2015年12月出演奇幻爱情剧 扑通扑通love中普言一角而受到关注 随后在网络剧《戒指女王》中担当男主角 逐渐展露头角 在安孝谢的社交媒体上传的童年照片就能看出 小时候的安孝谢表情就很有戏 微皱的眉头 让年纪小小的她看起来很忧郁 从小就很有明星架势 经常引发人们的积极讨论 也有许多网友称在安孝谢跟小时候长得完全一样 非常可爱 对于安孝谢把剧中角色活成现实人物的设定 韩国网友又有什么想法呢 会应援安孝谢演员的新出发 没想到真的像剧中角色泰舞一样 成为了社长呢 恭喜 希望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能顺利 会一直应援安孝谢演员的 真的是非常恭喜 会一直应援你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安孝谢像泰舞一样成为社长 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哦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